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长得不相同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些特别的地方看出 那么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一个女人的欲望强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看看你周围有吗 1.哪些面向的女人欲望强 1.鱼尾纹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 鱼尾纹出现是在所难免的 但有部分女生年轻的时候开始 眼角的鱼尾纹就很明显了 即使不做大幅度的面部表情 也能够隐约看到 那么此类女性天生耗似风流 欲望旺盛 与尾纹越多越深代表欲望越强 绝不满足于只和一个男人勾搭 她们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谈男朋友了 而且换床伴的速度惊人 虽生活混乱 2.尖门鼓起 女性尖门处也叫做夫妻宫 尖门处鼓起的女人 生性喜欢多管闲事 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她们都非常感兴趣 插足闺蜜恋情的事情 她们可没少做 遇到这样的女人真是倒霉 此外 她们也是非常多情的一类人 只要自己喜欢 气氛够暧昧 一天换一个性伴侣 也不是多惊世害俗的事情 毕竟欲望旺盛的她们 总要从异性身上得到一定的满足 才会罢休 3.尖门突出 我们通常认为 女人尖门突出是可浮想 是因为她们欲望太强烈了 所以红杏出墙是常有的事 丈夫头顶一片绿 此类女性类型的欲望很强烈 什么东西都要争 不管是自己喜欢的 还是别人家的 都一定要争到底 对于男人也是一样 就算是别人家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 她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勾引 对于性的追求永不止步 她们喜欢征服的感觉 喜欢从不同男人那儿 获得满足感 欲望旺盛 非常风流好色 4.耳朵过红 耳朵与肾脏的健康息息相关 很多时候 耳朵也会反映出肾气的情况 面相学中认为 若是一个女人的耳朵色泽过于红润 则是欲望强烈的象征 这类面相的女性 精力充足 肾气充足 所以常常私隐喻 常常想着男欢女爱之事 是一个生理需求非常高的女人 若是再加上脸色过惨白 毫无血色 并发过于浓密 腋下毛非常多的面相 那么就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育女了 5.人中窄并且温而细 女子的人中与生殖器官相关联 因为任脉和督脉起于慧阴 也就是生殖器附近 而汇聚于人中 所以人中的形状和变化 往往会体现出女人的欲望与慎气 在面相学当中 人中可以直接看女人的私密部位 所以这个地方表示她那个部位方面 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点 如果人中宽大 沟河深的女子 那是天生性方面的能手 因为这样的人中面相盛起充足 若是这个女人的人中很窄 很细 还有点弯曲的话 那这种我们叫做 可能在性方面会有些苛刻 或者说比较喜欢超乎平常人的那种爱好 情欲会特别的强 经满不私营 人中窄而细的女子 由于肾经不足 所以才会夜夜私营的 六 鼻梁短小漏孔 鼻梁代表了自我与人根 是我们占有欲望的代表 鼻子也称作面王 或者光之冲 意思是 鼻子代表了生殖与欲望 女人的鼻梁短小 则淫欲心较重 而又鼻子漏孔的 则淫欲心外线 举这样面相女的男人 搭起精神努力吧 七 桃花眼 眼睛是干净的外线 把肾比作一张弓 而肝就是射出去的箭 女人生就一副桃花眼了 那么欲望就强烈 往往自己难以掌控 眼如秋水 色似桃花 半笑寒情 古人这样认为 女子的淫荡面相如实说 一个女子面浮光 而且面皮薄 皮肉浮显青蓝 又少肉 这是一种欠缺浮韵的 欲望太强的面相 如果再加上眼神时常如痴如醉 好像喝醉时一样 半昏半睡的 更加是淫乱的面相了 八 眼尾下垂 面相学中认为 眼尾下垂面相的女人 欲望也非常强烈哦 一般来说 人们都会觉得 眼尾下垂的女人 除除可怜 总是一副无辜的样子 很是能够引起 男人的怜悯之心 但其实这列面相的女人 到了深夜 就会变成一个欲望 非常强烈的风流女人 她们在如狼似虎 生理需求相当高 所以 别被眼尾下垂面相的 女人的外表欺骗咯 实际上 她们是一个欲望强 非常强烈的女人 二 身上有这些智的人欲望强 一 眉侧有智 智生在眉眼侧的女性 是好色一族 而且她的感情都不会长久 所以会不断地和男生 纠缠不清 即使她的已经结婚 都不会因为 有一个老公在身边而满足 同时是她的必然动作 这个位置有智的人 可能会出现婚外情 有这颗智的人 很难抵制住外界的诱惑 一般只要稍微诱惑一下 就会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二 鼻子有智 女人的鼻子是荷尔蒙的映射 鼻子上有智的人欲望越强盛 几乎每时每刻都能被处罚 鼻子有智的女人 也是妩媚女人的代表 美丽诱惑 眼神勾人 所以就算什么都不做 站在那里就是一个诱惑 鼻子有智的女人 知道什么是性感 怎么表达性感 所以 鼻子有智的女人 更懂得诱惑 荷尔蒙更加发达 欲望更加强烈 三 脖子有智 脖子上有智的女人 外表丝丝纹纹 内心狂野奔放 她们看上去保守老城 实际上 关上门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热情洋溢 大胆豪迈 所以 脖子上有智的女人 基本都有双重性格 外表乖乖女 内心狂野奔放 好玩 好酒 好音乐 尤其欲望特别强 一般的男人 根本hold不住 所以 脖子有智的女人 欲望强 四 下巴有智 下巴是一个女人需求的体现 荷尔蒙旺盛的时候 下巴就会收不住 下巴上有智的女人 更是需求大 不喜欢被掌控 喜欢自己动手 喜欢被操纵的感觉 所以 下巴上有智的女人 一般比较强势 在床上亦是如此 喜欢掌控大局 欲望比常人都要旺盛浓烈 她们一般更喜欢 自己感 新鲜感 所以更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五 嘴唇有智 嘴在相学上和性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小将之告诉您 在嘴唇或者嘴角 这个附近有智的美女 不但喜欢享受各种美食 希望能吃尽天下的美味 而且更喜欢 两性交和所带来的快乐 她们的欲望出奇的旺盛 多数情况下 这个部位长制的美女 即使已经结了婚 那么也无法满足 她们对床上的要求 另外 她们对异性的新颖力 也是很大的 如果是自制能力不强的美女 往往会有婚外情的出现 六 屁股有智 屁股在相学上代表着财运和事业 一般 屁股上有智的美女 不但财运很好 又很理想的事业 而且通常欲望也很旺盛 屁股上有智的美女 一般都很豪放 性格开朗 人缘很好 长相也很漂亮 她们最喜欢寻找新鲜感与刺激 而且她们在追求情欲方面都很主动 她们如果遇到帅哥或者有感知的异性 她们会更加主动的去出击 如果不把心仪的异性弄到床上 她们会事不罢休 她们会想尽各种手段 直到把男人弄到床上为止 女性的生殖欲望比较强烈 并不是一件坏事 也能说明 这位女性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身体有疾病的人 往往受到身体激素分泌的影响 在这方面的渴望就会比较的冷淡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度 切不可过于放纵 否则也是有危害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